我很羡慕 就是說有了小孩之後 我很羡慕那種 教育理念是相同的 是教育問題 可是很難 很難 都不會 真的很難 一定會碰到的是這個意見不合 你想這樣教 我想這樣教 孩子就只有一個 何況我自己本身做人 已經偏差成這樣 我怎麼教育下一代 你現在要聊你的部分 不用 不聊大家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夫妻婚後 就是只有兩夫妻的時候 有兩夫妻生活習慣 人家常講 只要有了小孩那是更可怕的 有沒有為了這個教育 教養的問題 你們最常為了小孩教養 什麼的問題來吵架 一定有的啊 從以前小孩 第一個小時候 只要小孩什麼蚊子被釘 還是哪裡受傷 全部都是媽媽的問題 因為他完全不會了解嘛 那後來等到小孩大了 就變成是小孩的教養問題 孩子上安親伴好可憐 屈容和Vicky吵架了 我就覺得這個錢 第一個花得很冤枉 第二個小孩每天 八點多 晚上八點多再回來 回來以後洗個澡就要睡覺 沒有相處嘛 然後他也快樂嘛 你要不在 你想求什麼 我是天天不在 什麼 五、六年級那個數學就變得 有一點吃力 其實不要說五、六年級 大概三年級 我就覺得已經有點難了 對啊 因為你程度比較低一點 程度低了 我比較低 聽媽媽講話 譬如說我覺得我們家老大老二是滿自律的女孩 所以他們從小到大沒有讓我們太過於煩惱 我們也沒有上安親 也沒有上什麼才藝 有才藝可能是彈個一兩個月的鋼琴 然後他們沒興趣的爸爸就說不要學了 沒關係 他們不想學就不要學了 OK好 那但是我們老三呢 我覺得他是屬於一個比較外放的女生 我覺得他是屬於需要有約束感的女孩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他已經國小五年級了 他之後要升國中了 那我覺得在這段時間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要幫他安排安親班 已經小學五年級囉 才安排安親班喔 然後這個時候呢 爸爸就說 為什麼要上安親班 上安親班很可憐耶 小孩你看 他從六七 七點多出門 一直到晚上七八點才回家 十二三個小時在外面耶 你不覺得很可憐嗎 對啊 才小學耶 很累耶 對啊 我們小學有沒有這樣 沒有啊 沒有玩離土 但是功課呢 功課你要不要教 因為我常常收到聯絡部是 他 因為他們現在的功課 我們真的應付不來 對 然後我如果我來講 爸爸教的話 我又會生氣 對 因為我也不會 對 會話很強 然後呢 還有一次是 爸爸教的話 你知道他回來告訴爸爸什麼 爸爸 你教的全部都是錯的 我就那時候 還是讓他上了一年安親班 可是到六年級 爸爸還是說 不要 不要這樣 太可憐了 所以後來爸爸就 又不讓他上了 所以他其實後面的功課 其實我覺得他還是 有點跟不太上 追得會很辛苦 對 他自己會很辛苦 他自己壓力會變很大 對 他常常就會覺得說 他自己 對 對 不是 這個安親班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就是說 只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的功課會寫完 對 那你說對他在班上的成績 或考試的成績 其實這半年來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我就會覺得這個錢 第二個小孩每天 八點多晚上八點多才回來 回來以後洗個澡就要睡覺了 對 沒有相處嘛 然後他也不動 快樂嘛 你又不在 你相處什麼 我是天天不在什麼 你又不住 對啊 我是住大陸 你是住長不在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乾脆算了不要他上 我有時候教可以教 那一次的原因是 因為我忘記了 那個計算的過程 但是我知道答案 你懂的意思嗎 我懂 所以說但是我用不 不正確的那個過程 運算的過程 可是你現在看得懂他們的教綱 因為他們應該帶到一個 我學之前還可以 這已經都不行 就是其實五 六年級的時候 已經有點吃力了 但是我回想一下 做幾題 又會回想起來 還重新獲得成就感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覺得有一次 最自豪的是什麼 有一次我喝醉回來 你知道嗎 已經11點多了 他作業還沒做完 數學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我就那個什麼 幫忙他 你知道嗎 然後他去喝酒 然後第二天 不是 第二天 每一題都對 可以喝醉 喝醉就對了 對 沒有啦 這不值得鼓勵 對